嗯,這部是CODED的110Phylm相機 這邊就是觀景窗 現在有條紅色的線打斜的在這裡 是不是有問題呢? 其實它是提示你未開鏡頭的 開了鏡頭,觀景窗就沒有了紅線 可以拍照,鏡頭看到也是很清澈通透的 那110Phylm相機,這部就是CODEP 寫著Made in USA 這個Instant Matic 30 它有些操作很簡單的 這個轉盤很經典 這個轉盤是什麼呢? 以前是插銀色的尾光燈 應該是一個四方形 有四個 包 每閃一下就會轉一下 然後就一次性 可以拍四張閃燈的Fresh 現在應該沒得買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人還收買 那它上飛鏡,就可以按照拍照 這個就是那個110Phylm的相機來龍了 剛好手頭上有一部 有一個110Phylm 不過就因為捲光了 所以放進去也不可以拍照 不過就可以試試看 原來是整個CAD放進去 放好了 吸收 那就可以上片拍照 不過因為我捲光了 捲光了 就不可以再拍照 那我示範一下 那我示範一下 那外國網站 就有 一些LUMBO PHYLM 賣的 有很多形式 輕便 就是 好天 去沙灘玩一下 去 好天拍照 玩一下是不錯的 那操作很簡單 就拍得上了 那這部呢 就沒有來自閃燈的 好天用 好天用